Hello大家好 本期视频是野蛮优化系统 文职企业版的第五个游戏测试视频 这个系统能大幅的减少游戏的调增 增加稳定性 能大幅的更加续航 然后能减少一部分游戏的闪退 这个系统是一键安装的 下载在评论区 有什么游戏测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这个系统一号本4和一号本的1X Player LGBTB的Win3 WinMax Win2021都可以用 都是打好驱动的 然后台式机的话和Service可以自己打一下驱动 笔记本也是可以用的 之前用的小伙伴教我收拾这个2012 我想这个我就 推要求74 收拾一下这个占敌 因为这个2012很卡 突然就发现新大陆了 这个游戏现在就是可以很稳定的60帧 之前的说什么卡顿掉针什么的 几乎没有 等我记得一个60帧的表现 而且这个游戏是XC免费的 希望大家去领一个玩一玩 而且有大佬正在制作这个陀螺仪啊 这边大佬搞定之后我也会放出陀螺仪玩这个战机的视频 非常期待 这边伏手都打了 看看别人打的是什么样子 这是一个自电翼啊 一个很卡的自电翼 下面也有针数 这边是60帧 有时候会掉针啊 因为这个自电翼很多都是非常规的载机啊 都是五花大大杂烩 这个游戏所有的载机都在推这个自电翼里开啊 看到这个是喷气势的 我们再看这个居然是螺旋剪矛 还有更夸张的啊 这个确实装装螺旋剪矛 反正这个自电翼就是玩的 平时打的话它是会有一个平衡的啊 啊这个这个 反正看看这个针数稳定性吗 我这边看 也看不见 针数是57 59啊 那就可以了 它是这个高画质啊 高画质720帧高画质 基本上可以玩啊 之前这个驱动玩的话是会闪退的 从那个9862之后 它就不会闪退了 也是蛮神奇的 一块反正 驱动反正就在修啊 但最近手柄玩 那些不大啊 只要玩那个坦克模式 那些不大 只要不然攻击就可以了 这应该是中国玩家啊 哦 打着了 这么就这样啊 这是起码卡 做四挑战一下 五百人不对啊 直接开始 开始之后 选择 冲锋 自己冲锋啊 同志们跟我上 今天看到针数是 四十几针啊 待会死点人估计就 正式会上出来 哦 哎呦 哎呦 快来护驾啊 天呐 骑兵部队 骑兵呢 哎呦 这次是不定不定 这下西里很多伤害啊 马斯 真仙四足啊 提前挨打 这群明显列士啊 真数已经上了 说明你死了不少了 哎呦 现在江山眼看就要没了 马上六十针了啊 死了差不多就稳定就死了 哇 是不是有点降了 我这拜年剑法 早上好 晚上好 哦 全是这边的骑士 哎呦 感觉又有点 又有点那么优势啊 可以打一打啊 突然力挽狂乱了 看我 看我 看我这拜年剑法 呜 死了死了 倒了 这个游戏啊 破晓传说啊 之前的话 很多人测的话 它的帧数会不稳定 我先把这个主频限制一下 限制一下 其实是它调度没调度好 比如说这边看着不卡 59帧 往这转 卡了卡的出来四级帧 会有个卡的的现象 其实就是这个CPU主频过低造成的 但现在的话 它现在是13瓦啊 因为手动限制的 现在的话 它是可以自动在这个 比较高性能的情况下 也可以限制这个CPU主频了 看到没有 它转过去之后 它就会增加一个平滑度 虽然整几瓦数有种上升 但是平滑肯定是上升的 看到没有 它是比较好的 这边是辐射76 因玩家要求测试一下 里面不卡 外面还是蛮卡的 只能勉强维持30帧 卧槽 快打了 这是要靠持手控权是打怪的吗 我的天 野生大佬 野生大佬 野生的我 野生的大佬 在我 然后是这个星球大战 星球大战战机 感觉玩是能玩 帧数也没什么问题 话说也恐怕 就是玩起来感觉这个游戏好 才差口气啊 操作感觉也怪怪的 然后打起来感觉也不是那个味 感觉有点 做的有点不能不累啊 怪不得这个很早就加入这个SGP了 免费了 这个SGP的免费游戏 大家有兴趣会下降 也有连继续的免费 来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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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吃 来快吃 请